诸葛亮从来不问刘备 为什么我们的剑那么少 关羽从来不问刘备 为什么我们的士兵那么少 张飞从来不问刘备 兵临城下该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草船借剑 有了过五关斩六将 有了巨断水桥下退曹兵 赵子龙接到进攻命令时 手上只有二十个兵 收获成果师 一攻下十座城池 多了两万兵 增了三千匹马 举令只是写着 攻下城池 如若万事俱备 你的价值何在 孙悟空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 猪八戒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 沙河上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 白龙马也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 所以要碰到可以与你一路同行的人 你必须先上路 不是有了同行者才上路 是因为你在路上才会有同行者 邮局不努力成就了顺丰 银行不努力成就了支付宝 通讯不努力成就了微信 商场不努力成就了淘宝 老婆不努力成就了小三 今天如果你还在抱怨不去努力 就一定成就了别人 你不做别人会来做 你不成长没人会等你 做生意不是先有资源才能办事 而是办事过程中逐步积累整合资源 现在你做的每一件看似失败的事 都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 懂得改变思维 放眼未来 先行动 你就赢在了成功的接跑线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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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